哈喽大家好,欢迎回到阳光财经周末点评,我是Sanny 今天是2024年4月12号,星期五 今天股市开盘,没能继续星期四大反弹 反而出现了恐慌情绪和下跌走势 恐慌指数今天快速串升,早盘VIX上涨了24% 本轮流逝以来,大家都心平气和了 气令神闲的快乐炒股 恐慌情绪很久没有这么强烈了 那么,是什么消息让股市变得如此害怕呢? 今天一则重磅消息,就是中东可能爆发更激烈的战争 白宫周五表示非常确信伊朗会对以色列进行报复性的打击 拜登总统不断地从国家安全部门收到最新局势的情报 非常相信未来48个小时他们会打起来 那就是说,周末可能就会有大只的黑天鹅飞出来 据CNN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召集战时内阁和高级国防官员 讨论以色列对伊朗回应的准备情况 那么,为什么巴以冲突突突然杀出了一个伊朗要打以色列呢? 这个事情呢,要从4月1号说起 伊朗驻叙利亚大使馆领事部门的建筑 在当天遭到了以色列的空袭 导致包括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两名高级指挥官在内的至少13人死亡 炮弹不长眼,导弹可是精确制导 以色列先打了伊朗使馆,应该说是战略举措 大使馆可以视为本国领土 还死了13个人 这事对伊朗来说,那就是奇耻大辱啊 路透社评论说,这是乙方去年12月以来 针对再续伊朗的一系列袭击中最嚣张、最致命的一次 是以色列削弱伊朗在叙利亚影响力行动的重大升级 外交官警告说,以色列在加沙的战争可能会蔓延到更广泛的地区 大概从4月1号到现在这几天 各国的情报部门就开始盘算着,伊朗可能会报复 美国的情报部门断定伊朗将会发动攻击 白宫找中国、日本等国出面调解 也不知道有用没用 如果班长说张三和李四要打架,应该怎么处理呢 他应该先去劝架,而不是大张旗鼓的说 好啦,这两个人闹翻了 张三和李四在48个小时内必然要打架 关键这张三还不是憋三 是中东有头有脸的大人物 你现在宣传的到处都知道张三要打李四 那要是最终没打,岂不是非常没有面子呢 这以后李四和一般孙子还不都得骑到张三头上拉屎啊 那我觉得预告战争不但无法阻止战争 反而会将世界引向战争 这个事情说不定还就按白宫的剧本上演 那么伊朗也参与的话 中东战争就彻底开打 而不止局限于什么巴以冲突了 中东打来打去又不是头一次 为什么市场如此紧张呢 伊朗在中东是大国 拥有丰富的油气资源 在中东 伊朗的地理位置得天独厚 霍尔木兹海峡给你堵起来 全球三分之一的石油运输就瘫痪了 伊朗浮原辽阔 地处亚非欧还入空交通要道 这里一旦出问题 可能全球经济就会受到影响 资本市场对伊朗是否被拖下水 非常敏感 主要就是因为 这个涉及了全球稳定和经济形势 石油供应风险将会推高全球油价 而现在油价已经很高了 通胀还有恢复上升的趋势 投资者期待了降息1157 如果油价又猛涨 货币政策将会很难宽松 战争扩大会导致投资者信心下降 天下大乱 那还投资什么呢 安全要紧啊 拿住现金黄金比特币 这是避险情绪升温的表现 股市是风险资产 最怕大家都跑去避险 中东战争不只是中东自己的事情 也是美国中国俄罗斯找个地方较量的机会 这三国虽然没有正面直接战争 但是贸易和科技摩擦实际上越来越严重 那我还是维持之前的判断 股市进入调整期 标普会在5000点到5300点之间 做震荡整理 5000点作为整数大观会有一定的支持 技术上面的理由是 标普偏离年限曾经一度达到700多点 大于历史均值和最大值 标普是一个波动率比较低的指数 偏离过多就一定会修正 标普指数的技术修正需求 是市场本来就应该要调整的信号 但是如果发生系统性风险 我已经特别提到过 像战争 疫情 金融危机这几项之一 如果出现了这样的黑天鹅 那么大盘就不是横盘调整 而是要暴跌 美股在每次的重大系统性风险面前 都是不堪一击 自由落体 但是坏事最终说不定会变成好事 因为战争并不影响科技巨头的核心价值 暴跌会让他们的价格更为合理 从而吸引更多的买方投资股票 抄底的力量会在暴跌之后 使市场形成V型反转 此外 暴跌的股市更容易得到美联储的呵护 即使没有真正的货币政策刺激 也会有官员讲话来帮助股市渡过难关 如果战争使得经济大幅下行 投资需求就大幅萎缩 那就会提高失业率 失业率一提高 就会让美联储开始降息了 但是有一个最坏的情况还是得提一下 这个坏情况有可能随着中东战争而出现 那就是战争是否会引发新一轮石油危机 导致经济下行 失业率上升的同时 通胀还又起来呢 那将是美股的灭顶之灾 因为美联储其实就是打左转灯 和打右转灯这两件事情 如果通胀上去了 那就加息打击通胀 如果失业上去了 那就降息刺激就业 如果通胀上去 失业也上去 那政策到底是要加息还是降息呢 你看上个世纪70年代 石油危机使得美国经济变成滞胀 经济下行 失业率高起 物价还飞涨 真是名不聊生 滞胀的情况下 货币政策简直无从下手 加息空通胀 企业倒闭 失业大军越来越大 降息旧经济吧 通胀会演变成恶性通胀 那货币体系就会崩溃 石油危机和滞胀 是美联储最怕的两个大敌 因此也是美股和全球股市 最担心的两只黑天鹅 那么今天的技术分析部分 我认为美股仍在调整行情 一天的反弹不能说明问题 比如星期四反弹 只是退潮时的一朵浪花 股市有长期趋势 也有短期趋势 最近的趋势就是调整 有人问说要补仓吗 要买这个股票 那个ETF吗 我的回答是 等等吧 手上的持仓可能都要开始亏损的 还加什么仓啊 除了标普可能会跌到5000之外 其他大盘指数也有调整迹象 纳指还真的是走出了横盘 两三周下来 指数就在16000点到16500点之间 窄幅波动 我个人认为 纳指的横盘区间窄小 但基本已经构成了平台 如果向下破位 则有可能多空力量变化 空头将会占上风 短线要看16000点是不是守得住 道琼斯指数刷到4万点过不去 开始了天天阴线的下跌模式 要是说标普 纳指还有可能横盘 道指则已经出现下跌趋势了 从过去几年的走势特点来看 道指跌起来也是没有底线的 轻轻松松跌去5000点 可能只需要一个月 小盘股罗素2000的ETF IWN在197一线有一个强劲的支撑 如果这次又掉到197以下 那么小盘股将没有出头之日 继续筑底了 所以一时间股市又没有机会了 处处都是风险 还不止周末有可能的战争 另一则消息表明市场正在面临回购终止的困难时期 德意志银行的数据表明 最近一段时间正好是上市公司公布财报时 不能进行回购的时间 有80%的公司暂停的回购 美股上市公司利用自己的资金回购股票 这是一种回报股东的方式 虽然上市公司持续在买入自己的股票 但是受到财报期间不可以买入的限制 他们的暂停会使市场少了一支做多的主力军 这就意味着美股在接下来的时间里 可能面临更多的挑战 那到目前看来消息都是不好的 有没有什么好的消息呢 有一个消息来自欧洲央行 欧洲央行不想当美联储的跟屁虫了 欧洲央行的一个叫做亚尼斯斯托纳拉斯的理事说 欧洲央行应该要敢于调整自己的利率政策 不要太保守 也不要完全跟着美联储的步伐走 他最近在一个讲话中再次提到 今年可能会降低利率四次 他说欧洲的经济现在是有点困难的 所以降低利率更加紧迫 他还说欧洲和德国都已经开始有经济复苏的迹象了 我们不希望把这些复苏的苗头给扼杀了 欧洲央行的行长拉加德也说过 他们会有自己的判断 不会只跟着美联储的决定来走 好那看来欧洲经济不如美国 仅跟美国搞紧缩政策有点力不从心了 如此一来美元还得继续上涨 欧元将会变得弱势 当发达国家都崩不住 开始降息时 美国也就可以借颇下驴 也降一降息了 这样汇率就不会受到什么影响 汇率是先降息的国家会贬值 后降息的反而升值 那美国现在应该是很希望美元升值的 因为进口的时候换算成美元便宜 这对国内的通胀是有好处的 此外呢 美元升值促进资金回流 对冲美联储缩表 所以其他国家如果纷纷降息 最后美联储也会降息 欧洲央行想要降息的这个表态啊 可以视为对美股的利好消息 今天大银行发布财报 摩根大通暴跌 花旗和富国银行还好 说到摩根大通暴跌 其实呢 他业绩还是不错的 暴跌的原因是全年收入的指引低于预期 2023年在地方银行倒闭风波中 摩根大通收购了第一共和银行 当时以救死扶伤减破烂 而备受尊敬啊 结果呢 去年被挤兑的第一共和银行 今年给摩根大通贡献了利润 因为有第一共和银行业绩的加入 摩根大通今年一季度营收利润都超预期了 其中呢 摩根大通的季度收入是425.5亿美元 预期418.5亿 超过预期了 每股收益4.44美元 也超过了4.11美元的预期 那业绩超预期 股价却暴跌 主要原因就是摩根大通还公布了业绩指引 在2024年的指引中 预计净利息收入900亿美元 和之前保时一致 但是投资者希望看到的是20亿以上的增长 因此这次摩根大通是业绩超预期 未来的业绩指引低于预期 另外两家大银行股票走势稳定 比大盘跌的少 说明业绩没有让投资者失望 花期利润下降27% 营业收入下降2%到211亿 但是因为预期只有204亿 所以即便是业绩下降了 仍然是超预期 富国银行一季度利润下降7% 也是超过分析师的预期了 所以你看 业绩增长的银行反而暴跌 这真是挺戏剧化的 好 那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分享到这里 祝大家周末愉快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